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哦 还好啊 看样子 你过得也很不错嘛 其实我最近过得不太好 就在前两天吧 我从海边回来 开着礼车借我的车 就跟你猜怎么着 我被抢劫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那你没有受伤吧 我还好啦 车子呢 因为有了保险 所以啊 也不用赔偿了 不过呢 不过什么 不过呀 幸好我们没开我新买的法拉里 不然我得心疼死了 哎呀 我还想着以后每个牌子的车都买一辆 你觉得怎么样啊 好啊 其实爸 今天过来呢 是有些事情想告诉你 毕竟呀 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 您算是我的监护人 我觉得 你有权先知的 什么计划 我这不是 遭遇了抢劫事件吗 我就在想 如果有一天 我突然死了 我要像我父亲一样 把那些财产呢 都捐赠给社会 你想 追随失踪的遗愿是吗 那当然很好啊 只不过 你现在还这么年轻 考虑这些 是不是太早了 您觉得我考虑得太早了是吗 是啊 那我就再想想吧 对啊 你再考虑考虑吧 不着急的 今天天气不错 你愿意跟我去 附近散散步吗 可以吗 雪姬 我看还是不要再走了吧 会迷路的 就那么想得到钱 是吗 不惜杀了人 也要得到是吗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啊 自己犯下的罪行 一句听不懂 就能掩盖得了是吗 好歹 我也是你的监护人 你这么跟我说话 是不是太不礼貌了 监护人 看你这样子 这十几年跟李世宗过得 并不开心吧 好歹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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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